据说这是一款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日本恐怖游戏 而这个游戏厂商也经常制作这类贴近现实生活的游戏 咖啡店的可爱女店员被陌生男子跟踪 变态的行为令人不寒而栗 游戏的内容会给玩家带来很大的心理挑战 但是同时也提醒独居的人注意安全 那么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叫做必电事件 这个游戏开发商可能还算有点名气了 真的做的游戏画风都很像 像之前有一个例外配打 然后有个夜勤事件 那这个必电事件跟这两款游戏画风挺像的 它也是好像是根据日本那边一些真实的事件 改编出来的这种游戏 其实我觉得这种画风就挺慎的慌的 那现在我们进入游戏 不好了 打工的时间就要过了 我是个打工人 得快点坐上车还行 这是我的家一个公寓 看上去非常的狭窄啊 这边是出去的们 其实我以前也单独一个人住过公寓的 离开公寓啊 类似于那种酒店的居住的地方 只是说呢 你要自己打理你的房间 从这边下楼吗 这个怎么连个电梯都没有啊 每一层都是一样的 这么多人家 这么多住户 什么在想 这边有一个手机 我捡到一个手机 谁丢的手机 好黑啊 这个地方 这是有个人是吧 这个人在找东西 这是我的车 我现在不能走 这个东西 一个男子在寻找什么 你 他在这边寻找东西 有一种跳舞的感觉 你在找什么呀 我捡到了你的手机 怎么了 他拿了手机之后 不说话吗 不是你好歹说句谢谢啊 真没礼貌 开车去工作啊 但是我觉得也挺傻的 这个人啊 是个傻子吧 他手机调到的是 我住的那个楼下 结果他在这边找 这边是垃圾桶 这是我打工的地方吗 这个叫什么 Chillas Coffee 这个Chillas是他们的那个 就是他们这个游戏的开发商的名字 哇 冷藏库 这什么呀 这这么多选项吗 焦糖 哇 这么多选项 这个东西难道说 都用得上吗 不可能吧 真的是打工人吗 这边还有糕点 哦 看一下 这里面 这个是我的前辈吗 我要跟前辈对话 然后这边是我的储物柜 哦 先把我的东西放进这个储物柜 我的车钥谁在这 来前辈 传桥前辈 他下次再告诉店长了 我不就迟到了吗 你还去店长那边打我小报告啊 你可真是个坏前辈呢 真的 我以后一定注意 怎么了 光注意没有 要说以后不会再迟到了 我怎么能保证以后不会再迟到啊 我又不是机器人 好吧 点单的时候老是慌慌张张 我什么时候慌慌张张了 我今天第一天来上班 感到迷惑的话 就去看一下参考录像带 还有配料表 哇 这个游戏 是 还要看录像带吗 手机放进杂货柜 我放了 为什么手机要放进杂货柜呢 戴在我手上 岂不是挺好 诶 哇 这 这前辈 哇 我的天 这前辈 不是普通人呢 他这开车 怎么进车里面呢 就直接穿墙进去的 可以的 这啥 这边有一个门 但这个门打不开 好吧 哦 这边有录像带呢 看一下这个录像带 他教完干什么 啊 好复杂 好像是拿什么吃的出来 哦 来人了 哈喽 哇 这个人脸色好苍白啊 第一次来这么时髦的店 感觉有点不对劲 或许店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哇 你不就是最奇怪的吗 因为我女儿还喝你们东西 所以我也来看看 喝什么饮料就你决定吧 啊 请来两份哦 两份饮料啊 没问题啊 话说回来真是非常奇怪呢 怎么奇怪了 说 这种东西居然卖这个家 哎呀 我这个咖啡就是这种的 你像那些 洋品牌啊 他们喝的并不是他这个东西本身 而是喝的这个环境 哦 他们要的是拿铁和咖啡 我看一下怎么给你做啊 像我们这种洋品牌 别人喝的就是一个格调 他并不是喝这个里面的东西 咖啡机 你看这么多人都跑到我们这边来办公啊 拿个什么苹果电脑 在我们这边办公什么的 就是他们买的就是这个环境嘛 对不对啊 不然我们这个咖啡实际上又不值钱 都是些什么速冲咖啡 好 我现在给他咖啡机接一点 然后拿个盖子 哎 这东西怎么盖好啊 盖上啊完成 然后呢你又不拿 他还要一杯拿铁 拿铁是怎么做来着 拿铁 咖啡家煮牛奶 牛奶在这个柜子里面 然后还要煮 这个是煮牛奶的机器 牛奶罐 牛奶罐 哦 然后再把 先接点咖啡 牛奶 牛奶放到这边煮一下 好 煮牛奶好了 这就是一杯拿铁 好 现在这东西 放不下 这边只能放一杯 哦 我要把这个小票 交给他才行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杯 咖啡 来 哎 他取了个寂寞呀 手上什么都没拿就走了 两杯咖啡 放在 一瓷元菊花里面了 哦 他开车走了 又来了个客人 这次是个女的 沙兰 最近跟踪狂事件变多了 真可怕呀 像我这种人家 小心一点 是有人在跟踪他们 因为男人总是盯着我看 你也怎么了 他在告诉我 算了 虽然你不如我 但是还是小心点好 啊 他要巧克力 卡布奇诺 不是 他是不是有点 谱姓女啊 巧克力 卡布奇诺 这东西好像挺复杂的 巧克力 卡布奇诺 哇 冰沙咖啡 牛奶巧克力 这么多的吗 这个是冷饮啊 他加冰沙的 冰沙牛奶 牛奶呀 可以直接放吗 哦 可以直接放 然后还有冰沙 这是冰柜 这个搅拌机 是用来做冰沙的吗 搅拌杯 哎呦 怎么直接放进去了 杯子 哦 杯子放在这 然后我再把冰放进来 哦 然后再搅拌 得到冰沙 冰沙 然后还要加什么来着 我忘了 还要加这个可可粉 还有什么来着 看一眼 有点忘了 巧克力酱 加点巧克力酱 OK了 再用冷饮的杯子 给它盖好 哇 你怎么点这么复杂的东西啊 考虑一下 店员的感受啊 好吧 哦 他坐在那边休息了 又来了一个人 开着一辆红色的车 啊 这不是一个人 建泰 他要抹茶拿铁 浩二 姜牧 海盐焦糖摩卡 还要抹茶卡布奇呢 啊 不是 你们说这些东西 我都记不住啊 他还要吃的 他要吃南瓜饼 他也想吃东西 这个好像是那种 热血高效里面出来的 那种小混混啊 但是他现在没钱了 没钱你该早说的吧 我请你 哎 但是 不好意思了 现在都是几个兄弟 反正这家伙 有钱 虽然并没有多少钱 他这个是拆台的吧 他想喝白摩卡 哇 你们说的这些东西 我听都没听说过 不用做到那个程度 食物就由我来请 哦 可以的 看来这个人比较懂事 花肤饼干 花肤啊 啊 怎么了 啊 你在看啥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是怎样的声音 我听不到啊 什么都没有 你没事吧 没事就吃溜溜梅 要苹果派 他们刚才说的是什么食物 我都忘了 一起附就可以 OK 一起附呗 哦 那他们选的应该是 最多的这个 哦 すごい 这么厉害呢 那当然 那没有两把刷子 我赶在这边开店了 看一下他们点的是什么 哇 尼玛 点这么多 呵呵呵 不是 这真的要我全部都做出来啊 哇 我的天哪 这个 白摩卡 哇 咖啡我做完了啊 然后现在要给他们找吃的 抹茶蛋糕 哦 不行 还要拿这个包装 我的天哪 这也太能吃了 这几个人 好了 我应该给你们拿完了吧 哇 这几个人 你们是来折磨我的吗 还是说这个游戏作者 来折磨我们的 他这几个人 点这么多东西 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我不懂 在这边光做这些东西 做了好久 做了 好了 他们这帮学生也开车走了 这个人 巴朔 他只要一杯拿铁是吧 咖啡加牛奶 OK 那 我感觉这个人好眼熟啊 他是个侦探 哦 那不是那个 他问有没有见到什么奇怪的家伙 最开始那个人不就挺奇怪的吗 店里有发生什么怪事吗 好像目前还没有 没什么特别的 要是发生了什么 就给我打电话 如果不想被卷入麻烦的话 就早点打烊 打烊了 打烊了 扫地 那意思是我现在 东西收拾完了 要扫地啊 行吧 来对我们的这个 咖啡厅进行一个大扫除 这个吗 这个是扫地的地方 是谁在这里喷了辛红腐败啊 但是我很奇怪 他不是喝咖啡吗 怎么把地上弄成这么脏啊 不 这也不是把咖啡 泼到地上了吧 应该 还有哪 好 四个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还有最后一个 怎么这么黑了 快快快 我记得那个仓库里面有一个地方 这个东西 电闸 这地上怎么还有牛奶啊 牛奶怎么会跑到仓库来的 掉落的牛奶 牛奶 把牛奶放回来 还有两罐牛奶啊 这个 我所有牛奶都直接飞出来了 这牛奶成精了呀 呃 11月15日 怎么了 呃 这是什么地方 那我应该是睡醒了 11月15日 最开始是几号来着 今天继续上班吧 离开公寓 公寓没有电梯 又每天只能 旋转下楼 啊 我是住四楼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异常啊 如果是 诶 现在不需要走这边 那可能等会儿需要走那边啊 就如果是什么一日系列这种的话 那他每天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就越来越恐怖 现在可以直接开车 啊 那今天好像 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还比较轻松 上班了 诶 我刚才好像没看到前辈在这里啊 我刚才从店外面看的时候 前辈没有在这个地方 诶 你给我来真的吗 咋了 又迟到 诶 我怎么又迟到了 sumimase 不要再说抱歉了 这是第二次了 拿出点干净吧 连我这家里排行老三的都这么认真了 要不然让你妈妈叫你起床 不是我这家里我一个人独居啊 妈妈呢又没在身边 走了 好吧把东西放到橱柜里面 这边来了个人 那边那个窗户后面那边有一个人 他在那干嘛 这个是个外国人 他要点咖啡 还有这个美国华服 还有苹果派 什么东西 还有这个焦糖烤饼 你会说中文的 他要点这几样啊 怎么吃这么多 好了好了 全部给你拿过来了 非常感谢 你的日语很流利吗 谢谢夸奖啊 我在日本住了至少15年了 这样啊 真是时间长 他很依赖coffee 不过最近感觉味道有些变化 哦 因为我是新员工嘛 可能 做的没有之前的那些店长 做的这么好 是吧 怎么了 店员小姐 怎么了 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之前后面那个人不见了 那个男人是你熟人吗 他肯定说刚才那个人是吗 他说的就是这个人 是吧 我不认识他呀 没有人 那是他的错觉 说回我是被诅咒了 你不要吓我啊 我一个 哦 他说有可能是被诅咒的人 其实是我 开个玩笑啊 别开这么恐怖的玩笑 当心我揍你啊 好 他出门了 他这个走路姿势还挺妖娆的 又来了 不是 这个男的 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 啊 走了 啥意思 他到店里来了 这个走路姿势属于是有点不太健康啊 我怎么感觉这个人怎么越看越面熟啊 是唱rap的吗 说唱歌手啊 他什么话也没说 然后给我们留了三张小票 他要那个香草卡布奇诺 啊 然后还要两杯加牛奶的 就单独加牛奶嘛 这个说实话是有点奇怪的操作啊 好 你要的两杯加牛奶就OK了 然后的话 他是走到那边去了 还好啊 这边还有其他人要过来 然后的话 这是一个 哦 这个小哥长得还挺帅的 清秀的小哥啊 响野 你好可爱啊 你留个电 哦 那个后面那个人在干嘛 我要你的心 哈哈 这样啊 要跟你推荐的 刚才那个人好像 一边看着我一边离开了 他问我名字 我叫啥名字 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要限定的双倍巧克力卡布奇诺 哦 名字要电话呢 看吧 我还挺帅的 所以我还挺受欢迎的 好吧 但是他长得确实帅啊 现在就是你的机会哦 不然的话 他就成功普姓男了 是吧 啊 我们可以告诉他假的电话号码 也可以双倍直接下单 我觉得 我们为了照顾他的面子 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帅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 告诉他一个假的电话号码 绝对会打电话 我应该把侦探的电话告诉他 让你打到侦探那边去 然后侦探就查到 这个人其实是个变态啊 我们这主角颜值到底怎么样啊 刚才来的那几个人说不行 然后这个帅哥又找我们搭讪 这些那个普姓女说我们不行 好了 你的饮料来了 焦糖嘛 七朵 呦 不是 这个姿势 啥玩意儿啊 怎么坐到桌子里面去了 这个 喝咖啡就好喝嘛 这个 想在我面前秀一下 身材是不是 还是秀一下肌肉啊 直接坐进桌子里面 这什么才艺啊 为了追女孩子 什么才艺都干得出来 好 然后他也走了 这游戏感觉好像很容易穿膜 刚才那什么东西 丢垃圾和擦桌子 丢垃圾 呦 我这怎么时候多了三坨垃圾啊 真是怪得很 来吧 那把这个垃圾 倒垃圾 三坨垃圾一倒 然后的话去擦桌子 擦桌子我要用这块布擦才行 这东西怎么放不回去呢 我来擦桌子来了 他这个是擦的吗 这个不是收拾的吗 我这一块抹布强行把这些东西都给擦没了 这个位置啊 还有吗 这边是什么 这是我的照片 这是刚才的那个戴帽子的那个男人 他是坐在里面的位置的 然后他在这边留下了一张我的照片 11月27日 哦 那也就是说那个男人应该是跟踪狂啊 变态之类的 他在外面偷窥我啊 他坐在里面那个位置留着我的照片 专门留在这里的吗 感觉可能是 哎呦 不是你这是个什么人呢 这他推的个婴儿车跑这么快 不是我 我说实话 有这么变态的人吗 他对自己的儿子 从小就教育自己的儿子飙车 这儿子长大了以后是范迪塞尔啊 为了自己的family飙车 这边有辆车 啊 吓死了 哦 这是我的车 啊 这是偷窥狂的视角 这个偷窥狂就藏在刚才我看的那辆车这边 他是个偷窥狂 我的车停在这个地方 好吧 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来工作了 哎 这个是什么 监控器 这里什么时候有个监控器 我之前都没注意到 第一次轮晚班 今天是我来上晚班吗 我好像前几天晚上也是上的晚班啊 晚上有奇怪的客人过来 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我可能遇到跟踪狂了 我害怕呀 谁会对你感兴趣 刚才那个帅哥他就对我感兴趣啊 要是遇到跟踪狂了 他就来帮我 帮我打架呀 帮我抓住这个跟踪狂啊 哎 我觉得很怪啊 那个帅哥 他都表示对我们女主很喜欢 怎么这几个店长啊 还有刚才那个 有个女人 那个谱姓女 哟 来了三姐妹啊 猫眼三姐妹 真理 他要去个卫生间 帮他点个焦糖 丽美啊 真有美 他要入桂卷啊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遇到那个谱姓女 他和这个店长都觉得我们长得很一般 但是那个帅哥觉得我们长得还不错 分开付款吗 一起付就行了 行吧 他要点啥来着 他要焦糖马齐朵 呃 是焦糖马齐朵吗 我感觉好像 都忘了啊 是要卡布奇朵吗 他说吃那个会被冻死 卡布奇朵 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被冻死呢 难道是冰的吗 让我来决定 行吧 我就给你来个 焦糖马齐朵吧 好了好了 上菜了 上菜完成了 那边又来了个人 诶 诶 这三个人在后面聊天 把钱还给你 诶 我们看一下这个聊天啊 然后旁边这个男人好像是在这边面壁思过 他为什么不过来 又来了个客人 感觉人越来越多了 来了个光头 感觉那个人很糟糕 他们好像在谈论什么大叔 没有他在同一个车站下车真好 有个大叔在跟踪他们吗 怎么了 话说回来 在门外那个人 就是那个鼻子里狂喘气的人 他说就在这家店的门外有个人 仔细想还真恐怖 什么呀 那个人现在还在吗 盯上我怎么办 好可怕 门外那个人 我怎么会盯你们呢 他才不会盯上你 他在盯着我 这可怎么办 报警会不会比较好 但是他也没真正的伤害我们呢 快我们先看完他们说什么 然后再给这个人点餐 大概就只是个奇怪的人而已 变态不是时常都会碰到吗 好他们都喝完了 然后这个人 他还在那面壁思过 到底是在看什么东西 你直接过来吗 是吧 拿体 370 他在这数硬币 两个不够 没办法 只能放弃 黄 他的名字叫黄 是这个人吗 我们最开始见到的是这个人吗 遇到困难就要互相帮助 那这个人应该是个正常人吧 连我这种人都愿意帮助 他可能是想在我的面前表现一下他自己 被误 电源小姐有灵感的天赋吗 灵感应该是他指的是那种 可以看见幽灵之类的 通灵之类的 灵感大王啊 我就是非常有灵感 然后他要香草拿铁啊 你是一个人吗 真好啊 真舒服 好吧 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订单 拿铁好了 还要一个香草拿铁 香草拿铁也好了 这个人好像是个好人啊 他走了 但是我刚才看到什么东西在店里面爆炸了啊 擦桌子 咱们先来把桌子擦一擦 好 桌子擦完了 终于擦完了 怎么还没结束呢 诶 这就怪了 怎么我这桌子擦完了 游戏还在 诶 这个监控里面有个人 这是在哪个地方啊 店外面吗 这人在店外面 什么地方啊 好像是在 后面这个地方是吗 这是什么 毛骨悚然的文字 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没错就是在那间 Chillus 他对我笑的 就像一朵花一样 只是想着他就让我心跳不已 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 今天他也一如往常一样闪闪发光嘛 呵呵 好变态啊 这个人他应该是 对我是一个单相思的状态吧 差不多 都不认识这个人 但是呢 他在后面幻想着一些什么东西啊 这就有点恐怖啊 说实话有点恐怖 怎么了 这这个 我刚才看到那个冰锥上面 然后盯着几张照片 还有一些吃的 刚才那是什么地方 哦 我是对他的事情最了解的人 至少除了他父母之外的人力 我真的是第一了解的人 他对我说话了 他捡到我的手机还特意还给我 果然他和我有着相同的感情 他也喜欢我 今天就是我们开始交往的纪念日 不是你这个有点太朴性了吧 怎么莫名其妙的 我就跟你开始交往了 这有点变态了吧 就那种跟踪狂 偷窥狂变态那种的 就是之前那个戴帽子的人 今天这下面不会给我来个什么东西吧 还好啊 我害怕啊 他在我这个车子这边 因为他昨天晚上看到我开这辆车离开了 怎么了 车子没法发动 怎么了呀 我的妈 我的车子怎么变成这种了 我的车子引擎里面爆炸了啊 冒出滚滚浓烟 然后我现在放着车子不管 哪怕他在这边爆炸 我都不管他了 我直接去 这边可以坐宝宝巴士啊 他不会在这条路上伏击我吧 我笑这个变态啊 如果我是这个变态的话 我肯定选这么一条阴暗的路 伏击了啊 但是这个变态好像没这么做 这里是公交车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等公交车 就是他是像那个用兵之道一样啊 就是来个出其不意 就是他如果在这边埋伏我一手的话 我必须要去那个巴士 坐车 但是呢 这边上来一个人 但是呢 他就在那个地方埋伏我 埋伏在我的必经之路上 他就达成了他的这个目的 但可能那边也有监控摄像头什么的 所以说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贸然行动 这个人在看吗 他怎么看着 这左边有什么东西吗 还说这个窗户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好 我到战了 今天是 银庄素果啊 下起了瓢泼小雪 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店这边 很好 很温馨 把我的东西 前辈呢 前辈难道在这边 三辈 三辈 三辈你在哪里 万万先辈 哦 在这边 咋了 哎呦 摆出一个防御姿态啊 别吓我呀 厕厕所的话 一个一个人也能上 我也没事 跟你两个人上啊 好变态啊 赶紧去工作 他这个上厕所 哇 好贼一块 直接就开车走了 哇 刚才是不是上厕所上完了 屁股都没擦 就直接往回赶了 这边是这个外卖窗口吧 看一下什么 哇 外卖要这么多 哦 不是这边 还是放到这边来 焦汤 马其朵 好 你要的吃的也来了 赶紧吃 这真是个打工人模拟器啊 这些人吃的贼多 哎呦 这个人 哎 这个人什么时候坐过来的 这个人就是游戏一开始的那个人 我记得 就是丢手机的那个人 他是那个变态啊 快快快 来了个人 来了个人 快救救我 杨子 哎 他从他后面走过去了 一边走一边看着我 他要绿叉拿铁 滑腹饼 他看我现在都看得这么明目张胆的了 儿子很喜欢在我这边吃 收下这个 护身磨石的手链 但是他比较好 他在电视购物上买的 然后自己还有很多 电话购物 你买的你确定是真品吗 还是买的998呀 他998日元买的 换算成人民币可能几十块钱 好吧 那他要这两个东西 然后我还收了他一个手链 他是不错的 希望这个东西能给我避洗 好了 绿茶拿铁好了 OK了耶 又来一个 这个人穿的好少啊 这么冷 他是偶像 他说我超可爱 难道我其实是偶像 没什么特别的呀 真浪费 还以为我是同行 但绝对有这条件 哇 你嘴可真甜呢 小嘴抹了蜜是吧 他要留个电话 他也要介绍我去当偶像吗 那算了 我就别当偶像啊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啊 那看来这个帅哥美女 他觉得我很好看 然后那些普性男普性女呢 他反而觉得我长得很一般 是吧 这阵游戏呢 就说明一个问题 消炎摩卡 OK拿好 我觉得他们开车都是弹射起步啊 就完全不需要加速 直接一秒钟就开走了 好 又开过了一辆车 又来了个人 不是 这个姿势什么玩意儿 他怎么不穿衣服啊 这个人 这啥呀 不是 你就是这个 我想出来看 什么 他还不让我出去 这个你真的不冷吗 兄弟 嗯 引流之主 是吧 怎么这么丝滑呢 斗太郎 今天好热啊 焦糖卡布奇诺一杯 今天好热呀 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困惑 请您穿上衣服啊 不是挺好的吗 我就待一会儿 这客人要是感冒了就不好了 我觉得法律上就已经不能这么做了呀 但我是男的 赤裸上是没问题 看一下刑法 174条 公开猥亵 除六个月 哦 属于非常实行为 哎呀 这就是你分手的借口 啊 我们成功的把它给劝退了 太好了 我不用做他的这杯了 太好了 真好呢 清洁厕所和丢垃圾 马桶清理干净 然后这边厕纸没有了 厕纸在哪呢 仓库里面 哦 这边有厕纸 厕纸 然后今天还有什么东西吗 监控里面没东西 哎 我这店门口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打光灯啊 不是 这什么时候给我接了个打光灯在这边呢 我真的刚才没注意 什么玩意儿啊 这就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 啊 10月27日 两摄氏度 来了个人 小黑 干嘛呀 拿铁 他要喝拿铁 行吧 我马上给你做一杯拿铁 他后面有个倒计石 拿铁好了 快 可以了吧 可以了吗 他走了 怎么还有人呢 我刚才没注意 都要拿铁 怎么还来人 又来一个 完了 时间到了 这怎么办 我这能出去吗 我出不去 我什么都看不清啊 这边 时间没了 这怎么办呢 后面有什么东西吗 这边 我打不开 回去吧 这里面有人 什么意思 我好像没出事儿吗 12月17日 这什么声音 这是我 这是我在咖啡店里面 做咖啡的时候 谁在后面看着我 肯定就是一个变态 然后我现在 回到家里了 好像什么事情 也没发生啊 被他袭击之后 也没发生什么 这是那个侦探 我的手机 哦 我的手机就一直放在这边 然后今天那个店长 也没在这边 昨天我没有拿手机 就回家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果然如我所料 幸好你及时联络了我 就算报警也没用 那些家伙讨厌麻烦的事情 随便处理一下 就结案了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 是必要的 去看了一下店铺的周围 他现在去查看店铺周围 哇 侦探真好啊 我都没有委托他 他就主动的帮我 他是正义的化身 昨天我那两张 就两张拿铁的票 还在手上 根本用不出去 这两个是干嘛的 成香 奶奶 那就试试吧 不愧是年轻人啊 因为很好喝 一起付款 今天我请课 非常感谢前辈 老是家里 敦的儿子终于上学了 我很开心 你儿子是中学生吧 真好啊 整天都在娃哈哈的大笑 好了 你们的 巧克力卡不清呢 OK了 诶 这个人不是之前 在我们楼下推婴儿车 差点把握撞飞的那个吗 他这个婴儿车 直接就 穿墙而入 他婴儿呢 诶 他这个婴儿都不见了 啥玩意儿呀 这把孩子给推丢了吧 他那个婴儿车时速 至少80万以上啊 好 你要的这个 海盐焦糖摩卡 我真想告诉他 你孩子不见了 还在这喝咖啡呢 好吧 好像他也不是很在意 推的车里面 究竟有没有孩子 他可能只是享受这个推车 这个过程啊 推车等于飙车 又来一个 这个 这个人之前见过吗 真知子 应该不认识啊 这个客人来 啊啊 怎么了 他有点 可能老年痴呆了啊 和我平时一样 你平时吃什么 平时吃这么多吗 好了 怎么了 这种时间还在修天线吗 什么天线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店的屋顶上有个人啊 屋顶上有人 那还用说吗 我猜到是谁了 肯定就是之前那个变态 屋顶上应该没有人才对啊 给竞丽打个电话吧 真是吓坏我了 把我也吓到了 他就走了 屋顶上有个人 使用梯子便检查屋顶 OK 现在这个任务来了 梯子 这边有梯子一把 我从哪儿 是这个吗 哦 这边可以放梯子 OK 检查屋顶 这个 这有一个烟囱 看一下 可以下去 这是不是我们仓库吗 诶 有一段动画 诶 这个动画之前出现过 这是吃了个苹果 然后还有香蕉 还有这咖啡牛奶 怎么了 难道说这个地方 有人在这儿居住吗 住在我们这个仓库里面 你看 这还有他睡的被子 还有主角的照片 也就是说 那个变态 他住在这个仓库里面 还偷吃我们的东西 哇 好变态呀 这边可以开门 哦 怪不得这个门打不开 他用一个木板 把这边给顶住了 我说我们仓库怎么变小了 这啥 扫码仪 我现在要打烊了啊 获取钱币 这个钱是干嘛的 我拿走啊 取出糕点 把这边糕点全部拿走 这个呢 清算物品 应该是拿我们刚才的这个扫描仪 清算一下 好 然后呢 这边还可以获取钱币 钱 哦 钱可以在这边清算金额 点钞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些过期食品 全部都扔掉 这么多 好 弄完了 把营业牌改成closed的啊 来 把它给营业一下 呃 什么鬼 哇 这 这是游戏开始那个人 我知道啊 你眼睛睁这么大干嘛 这个人有毒吧 这个变态已经 现在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 还好我把门给关了 我的东西呢 我的手机呢 我可以从后门 哦 还好 哎呦 好吧 他就在后门这边等着我呢 好吧好吧 再来 傻子 我现在看他就跟看傻子一样 你们看 真的一个大傻子 然后的话 这他住的那个地方 螺丝刀 不是这螺丝刀不会是用让我去戳他吧 梯子也可以拿 螺丝刀 但是这个人已经不见了呀 这边 这边有个通风口 厕所里面有个通风口啊 有人在开厕所 别别别别别快快快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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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呀 怎么这么慢呢 我都不敢回头 好的 我把通风管道打开了 我应该可以从通风管道逃走 好变态呀 我都没办法联系警察 我有车钥匙怎么在这边 我车钥匙怎么从柜子跑到这边来了 我必须上车 那个人跑哪去呢 不会吧 这个 这是那个侦探 蜘蛛侦探 侦探先生 你怎么了 你是正义的化身 怎么死了 这说实话有点可怜啊 他其实也是在帮我们调查这个变态的事情 结果 怎么遇到这种事情啊 但是我现在说实话 这不一定安全呢 回去的话 怎么了 刚才是 啊 好吧 他早就躲在我的车里了 哎 看来这个变态真的是技高一筹啊 那这次我用这个梯子呢 就是刚才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来的 还可以爬上去 OK 还可以回到屋顶这边 砖块啊 看那个侦探 好惨 好像也没什么 他是不是在后门这边 他在这儿 我以为他藏在那个后门那边阴我啊 没想到他藏在这个地方 哈哈哈哈 终于啊 大傻子啊 终于把他给干掉了 啊 太变态了 这个人真的太变态了 难道说店长也被他给干掉了 因为店长最后我根本都没看到了 我明明不认识他 可是去 我还是这么做了 我明明不想杀他 我只剩爱怕 我马上去了警察那边 全部告诉警察 但在那时 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 警察说后面就交给我们 然后他回去工作 警察不就是在敷衍了事吗 这样所有的事情就终于结束了 怎么可能啊 他的尸体都没找到 就结束了 只想在家里好好休息一番 我在看这个电视新闻 女子中学生什么什么 信号好像不太好啊 电视机旁边那个小猪 好像我之前在便利店里面也见到过 电视的插头又出问题了 给房东打电话 怎么了 手机 手机怎么又不见了 怎么老是丢手机啊 出去 这个地方之前好像没让我们出来 这是哪 那个下面是什么 在那个车子旁边有个发光的东西 那不会是手机吧 还有铃声 怎么了 这个变态不会在路上伏击我吧 在这边 哦 这是我的手机吗 我的手机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 从阳台上掉下来了吗 我下来拿了一下手机 然后回来了 柜子 我柜子动了 我柜子动了 不是吧 不是吧 你在那边打电话 你没注意到柜子动了吗 完了 好吧 最后还是没有能逃脱出这个人的魔爪 就想尽了一切办法 连他头上砸了这么大个砖块 他都还活了下来 这个变态真的是 可能他的意志力太顽强了吧 我只能这么说 可能现实中真的有这种事情 就比较有真实的感觉 注意安全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一个人住什么的 就需要注意安全 好吧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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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